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今天要带来一部新的传奇剧作 听到这句话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 199X年 那个年代刚好是圣斗士在跟神乱斗 赛亚人跑来地球捣乱的年代 人类受不了 把世界搞得像现在这副鸟不生蛋的模样 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只剩下两种人 一种是浑浑噩噩混吃等死 每天为了保护食物不知道要死几次的正常人 另一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然每天泡健身房 把自己练得像巨石强身的鸡肉仔 偏偏这些鸡肉仔又有用不完的汽油可以飙车 他们唯一的兴趣就是欺负正常人 掠夺他们的物资 全世界就处于这种暴力统治的混乱时代 故事一开始 我们的主角全四郎正一个人走在荒野 多日滴水未进的他已经快坚持不下去 要不是想到自己的爱人还落在坏人手上 可能北斗神犬只做一集就要玩解篇了 时间先回到一年前 当时全四郎的师父刚过世不久 师父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继承了北斗神犬跟你的财产 从今天起我会带着尤利亚到处去对单身狗放闪 走吧 尤利亚 不过想必大家都知道 北斗神犬可不是一部王子公主最后会幸福快乐的动漫 两人才闪没几分钟 唯一的交通工具就被一群刚从健身房出来的家伙破坏 他们的老大正是南斗孤秋犬的西恩 原来西恩早就暗恋尤利亚很久 刚好趁全四郎的师父过世来抢女人 两个男人随即为了尤利亚展开一场较量 一招经典的护梯过后 全四郎的手脚差点被废掉而败下阵来 西恩叫手下将全四郎架起来 接着逼迫尤利亚说出他爱的是西恩 见到尤利亚不肯开口 西恩就用手指在全四郎身上挽起了戳戳乐 住手 你这样只能得到我的人得不到我的心啊 我要你的人就够了 要你的心干嘛 尤利亚 你 天 你放心 我死都不会说的 你快说吧 我今天状况不好 好痛 住手啊 西恩 我爱你 就这样尤利亚被西恩给带走 这也是全四郎身上七个伤疤的由来 回到故事县 全四郎来到一个正常人聚集的村庄 因为口渴在井边找水喝 而被村民当成贼官了起来 跟他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巴特的小鬼 村民中有一个心地善良的小女孩 林儿 递了一杯水给快要渴死的全四郎 没想到巴特突然冲上前去抓住林儿 还要全四郎赶快抢他的钥匙 结果全四郎非但没照做 还阻止了巴特 痛 痛死了 你难道不想离开监狱吗 看 你把我的水打翻没揍你 就算你运气好了 再说 我们如果逃走 那看守牢房的小女孩怎么办呢 我看你这个样子啊 应该也是在沉寂思汗练过的 不如我们一联手 一起统治这个世界怎么样啊 抱歉 我没兴趣啊 这时刚刚离开的林儿又过来 还带了一盘食物 全四郎演了十二分钟 终于如愿喝到水将HP补满 随后问了一下小女孩的名字 巴特说到她叫林儿 因为之前目睹亲人被抢到 像在玩乐高一样的拆掉 从那个时候起 她就惊吓过度再也说不出话了 听完全四郎突然伸出手要去抓林儿 看啊 你这禽兽 连小女孩也不放过 你才看 我是要对她施展开口说话的魔法 接下来就等她敞开自己的心了 接着 两个比全四郎还瘦弱的村民 将全四郎带到了刚晋升方丈的村长面前 因为村子最近被一个叫Z组织的标仔骚扰 众人怀疑全四郎也是Z组织的人 于是扒开全四郎的衣服 哦哦哦这个大鸡鸡 哦不是 我是说这个北斗七星的伤疤 是不祥的预兆 我们等一下一定会死很多人啊 话才刚说完 果然Z组织的人就朝村子供了过来 村民将全四郎衣服补好后 再度送她回监狱 并要林儿跟大家一起战斗 离开前林儿将牢房的钥匙 丢给了全四郎 不过全四郎觉得用钥匙开门太娘炮了 直接就用蛮力将铁栏杆掰弯 连忙跑到屋外后发现 果然如村长所说 死了很多人 连林儿也被Z组织的头目抓住 以此要挟村民把食物交出 全四郎见状 面不改色的走了过去 林儿担心全四郎的安危 竟然开口叫出了她的名字 你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好烂的踢法根本不会痛 别啰嗦了 我的头怎么突然变这么大 我也是 接着全四郎来到首领面前发出怪叫 把刚刚村人帮她补好的衣服又撑破了 全四郎一阵乱打之后将首领击倒 帅气的接住林儿 然后我们小时候最期待的画面就出现了 北斗 百烈剑 等一下 你的手到底在干嘛 这时刚刚被击倒的首领突然又爬了起来 这什么三角猫的功夫啊 根本不痛不痒了 我死了 你全家才 我的头怎么也变成这样 消灭坏人后 全四郎又踏上寻找尤丽亚的旅途 这次走得匆忙 连红色内衣都来不及捕 巴特觉得跟着全四郎有前途 也随他一同离开 两人走没多久 巴特就不晓得去拿弄来一辆车子代步 这下全四郎就不用再担心像刚开始那样 走在荒野直接灭团 突然全四郎听到前方有动静 赶紧跳下车观看 发现又是一群健身肌肉仔在欺负老人 他们想抢夺老人身上的种子 本来只要将这些种子种下去之后 就能生出稻米 但肌肉仔却想把这些种子拿来当瓜子啃 一旁的全四郎当然看不下去出手相救 肌肉仔头目拿出了十字弓朝全四郎射去 却被全四郎一招二指真空把给接住 并将剑反射回去让头目变成了下头蹲 等这群肌肉仔离去后 巴克紧张地说道 Kent 你死定了惹到不该惹的人啊 头目脸上有个K字 他们都是King健身房的人啊 看你别以为我没学过英文就唬烂了我 他头上的字明明是J啊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 漫画里这家伙脸上闻的其实是K字 他们分别是King手下的四个小头目之一 黑桃K 方块K 梅花K跟红星K 但动画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J了 不过在此我还是习惯叫他黑桃K 回到故事内容 老人在全四郎的护送下 平安地将种子带回村庄 巴特本来想说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村人至少会好好地招待他们一顿大餐 没想到这个村庄非常的贫瘠 连婴儿都没奶水喝 全四郎只好好人坐到底 饿着肚子离开 可是车子才离开村庄没多久 刚刚黑桃K那群人就率队往村庄过去 全四郎一看大事不妙 再度跳车赶回村庄 不过北斗跟南俗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 跟南俗的剑桃太郎有关的人 怎么死都死不了 而跟北斗全四郎有关的人 怎么救都活不了 老人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NPC 却还是惨遭黑桃K的毒手 愤怒的全四郎再度撑破这件 补了好几次的衣服 这时有两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用铁链困住了全四郎 黑桃K见状将斧头扔了过去 但全四郎轻轻一踢 斧头就朝着拉铁链的面具仔飞去 瞬间断手 接着用铁链把另一个玩命的光头拉到面前 使出一招延伸两斩波让光头爆头 最后只剩下头目黑桃K 全四郎先是夹住他的双臂用力一折 趁他在哀嚎的时候 用两根拇指插入他的太阳去 我拉出手指之后七秒你就会死了 这七秒内你好好反省自己的罪孽吧 等一下 我还不想死啊 谁去帮我拿两个塞子 虽然黑桃K刮掉了 但King的手下还有三名小头目 这个King的真实身份也即将呼之欲出了 接下来在漫画里是直接就遇到了方块K 但动画还加了一堆灵儿被抓走的脱戏剧情 全四郎为了救出灵儿才来到方块K的地盘 方块K拿着谢师傅的铁棒在那边乱挥 不但打到自己部下还把全四郎的内衣化破了 看你死定了 这件内衣我才刚买现在又要补了 方块K算是最没存在感的头目 全四郎甚至连暴衣都不用 就直接将他甩向空中 最后自己也跳上去使出绝招 方块K被干掉后 他的同僚梅花K开始大肆的搜索全四郎下落 梅花K使用的武器是爪子 举凡用爪子的人都非常喜欢铁龙 梅花K也不例外 他最喜欢找一些手无伏击之力的人 进行MMA的铁龙格斗 与此同时 全四郎跟巴特也来到梅花K的地盘 两人发现林被关在一栋有人看守的房屋内 全四郎上前点了首位的痴呆穴后 就跟巴特兵分二路 由巴特进屋内去救灵儿 他自己则去找梅花K单挑 见到梅花K又在用爪子残害路人 本以为这集可以省下钱来不用抱衣的全四郎 情绪管控又失败把自己的衣服扯烂 看啊你肖狱症发作 赶快去吃药别人在那边乱啊 WAT UP GUSH LET'S DONE 我的手啊 我再也不能打手耳机了 即使是打手机 连打疫苗都可以省了 WAT UP MACHA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点了你命文穴 30秒后你就会死了 这怎么可能啊 不想死的话就告诉我King是谁 King是使用南斗拳法的人 住在南十字城啊 什么 难道会是他吗 好了快救我吧 看 我只问你他是谁 又没问他住哪 你这家伙不讲武德啊 说完话后 梅花K也步上跟毒烟铁同样的死法 看到这里大概都知道 这个King的组织头目 就是抓走尤利亚的南斗咕咎犬希恩了 King也派出他最强的手下来对付全四郎 就是在北斗里 人气超高的胖子红心K 在一间城市的酒吧里 King健身房的会员刚运动完 在酒吧放松喝酒 来杯高蛋白的秘鲁啊 看啊动作慢吞吞的 你明天别来啊 请不要使用暴力好吗 是红星老大 请不用担心 这间店是我在照的 我最欣赏努力工作的人 以后有谁敢欺负你啊 就告诉我 口腰 这是血啊 对不起我马上收拾干净 糟糕啊老大又发作了 他只要流血就会失去理智 贱人就杀 好痛啊 没办法了 这样下去啊我们会被他杀掉的 只好干掉他了 死肥猪啊 连背早就看你不爽了 士兵们把武器通通扔向红星K 但击中他身体的铁棒竟然全被吸入体内 最后又通通射回给小兵 全场无一姓名 我这身体是刀枪不入的 漫画里红星K是守护在King王座前的最后战士 动画里还加了一段全四郎救出村民 带领他们离开King统治的村子 不行我走不动了 阿贝你如果现在放弃 比赛就结束了 全四郎等人在逃跑的途中又遭遇红星部队拦截 命中待杀的全四郎 这回又克死了一堆路人 看到这幕的他再度克制不了情绪而暴依了 其实在漫画里 全四郎并不是那么常暴来暴去的 只有在队上魔王级别的对手才会暴 全四郎很轻松的就解决掉面前这些杂兵 接着跟庞大身躯的红星K对上 全四郎一拳打在他的身上 但就跟先前酒吧里那些小兵的武器一样 全被红星身上的脂肪给吸收掉 从第一集看到现在 全四郎终于挨了对手一掌 最后这个人气角色红星K 也逃不过跟其他人一样自爆的命运 全四郎望着天上的太阳力士 一定要把King也就是西恩给打倒 将爱人尤丽亚给救出来 今天内容就先介绍到这边 下回漫画跟动画的剧情有很大的差别 不负责任风动漫也会详细的解析给大家听 北斗神拳其实我很早就想做了 也因为有了先前奎南鼠的练功 才能把敌人的声音配得如此击白 喜欢这个单元的朋友还是一样 要不要按赞随便你 要不要订阅随你便 要不要入会你随便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